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岐富縣三天兩夜 露營溫泉旅館自駕遊 GO 首先我們就從名古屋的日本列達卡租車開始吧 這邊提供不同的車型給不同的人數使用 而且提供英文的服務 不怕不會講日文喔 剛剛那個租車的大哥啊 介紹的還蠻詳細的 對啊 所以這邊服務還不賴喔 我們第一站 郡上八百城 出發 今天最帥喔 這是女友試講 來到俊上八百 我們這裡呢 看起來古色古香 而且被環繞在群山俊貨裡面 好地方 現在到了這個壽阪百店 蕎麥鎮 私隱私公餐吧 好吃 玩手打的力量 我們現在在八百城的登山口 跑到上面大概要20公斤左右 到囉 到囉 吃完飯看完八百城 接下來去露營吧 要進到露營場囉 哪裡大堆設備啊 現在重頭戲要來了 搭帳頭 我們今天體驗了大自然的行程啦 我今天體驗了大自然的行程啦 欸這天好累喔 欸那晚喔 晚真的 早安 被這溫暖陽光叫起來的感覺真的很好耶 我們來吃個早餐 然後在附近晃晃看晃晶吧 錄影這次要體驗DIY的樂趣啦 現在我們要來拆帳篷囉 有點捨不得 不過我們要離開錄影區先往下一站 開了兩個小時之後終於來到新最高囉 現在要搭乘攔車 經過這邊一路到台拔2156的高山上 看高山絕景 在海拔比較低的這一層呢 有我後面的神寶奶湯 還有豬湯 而且有飛駝牛的串燒可以吃 對自己腳裡有信心的 這邊有自然上步道可以來走走訓練體力喔 我們現在終於遇到第二天了 看情況是怎樣吧 我們這週遭啊 大概就是標高三千多公尺的高山喔 風景真的超絕美的 你看了好新鮮舒暢喔 那今天晚上我們就要去日本三大溫泉的夏侶溫泉 欸委員委員 你怎麼開始在吃那個洋芋片啊 那已經開車開太餓了 所以我們決定先去高山市吃一個 背駝牛的燒肉 終於抵達今晚的溫泉旅館水餅館了 夏裡溫泉泡完之後 讓我們這兩天的疲勞都消除囉 那我們就在這個美麗的夜景中跟大家說個晚安喔 明天見啦 掰掰 早安我們來吃一下早餐吧 吃完早餐去夢望商店街吧 天氣超好的 油災的走一下 從Hotel水餅館來步行三十分鐘 可以到這個充滿日式風味的夏侶合掌村 我們現在去挑戰長一百七十公尺的溫泉旅館 挑戰開始 喔 溫泉旅館了 真的超刺激的 挑戰完成 我們夏侶溫泉最後一站就在夏侶合掌村中結束喔 那我們出發前往明谷囉 我們三天兩夜的祈福 請加油 需要趕快跟著很多的 對啊 這次東京走的橋南就是離開了東京 然後在外面開車體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 我們第一天參觀了在郡上市有天空之城之稱的 歷史古城郡上八帆城 接下來到了明保高原露營以及烤肉 第二天我們搭乘了新穗高攬車 欣賞360度的高山絕景 吃了飛駝牛燒肉當晚餐之後 住住夏侶溫泉的水泥館並在溫泉街逛逛 第三天我們到了夏侶合掌村體驗日本古農家風情 並挑戰刺激的超長溜滑梯 現在開著車回明谷結束這次的行程 環車的時候記得要把油加滿喔 感謝大家收看 這次的起富三天兩夜露營自駕遊 我是韋恩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掰掰